这一个视频我接着来讲化学反应速率和限度的综合应用 不过在讲题之前 先来回顾一下化学平衡状态的判断方法 一个反应在判断是否达到化学平衡时 可以通过反应速率 各组分的浓度 质量 物质的量 以及化学间的锻炼和形成来直接判断 但用不同物质表示时 必须是一正一逆速率等于计量数之比 也可以通过各组分的质量分数 体积分数 总物质的量 总压强 平均相对分子质量来间接判断 但这三个对于反应前后 总物质的量不变的反应不适用 另外对于全气体的反应 密度保持不变也不适用 知道了这些 咱就来看个例子 一定温度下 在一定体积的密闭容器中 夏丽叙述不能作为可逆反应 达到平衡状态标志的是哪些呢 在判断之前 咱得先观察一下这个反应式 你会发现反应前的气体 总的物质的量是4摩尔 反应后就变为2摩尔 也就是反应前后 气体物质的量的总和不相等 下面咱就一一来进行判断 但这有点多啊 那咱先看前三个 第一个 C的生成速率与C的消耗速率相等 也就是同一种物质的 正反应速率和逆反应速率相等 这是平衡状态的本质 当然可以作为标志了 第二个 单位时间内生成A摩尔A 同时生成3A摩尔B 也就是它俩在同一方向上 速率之比等于计量数之比 这个显然就不行 因为反应只要逆向进行 就能符合此关系 但如果变成单位时间内 消耗A摩尔A 同时生成3A摩尔B 就可以作为判据了 因为消耗A是正向进行 而生成B是逆向进行 也就是说 方向相反的速率之比 等于计量数之比 那就表示反应平衡 第三个 ABC的浓度不再变化 由于这个反应体积固定 那就说明ABC的物质的量 不再发生变化 所以达到平衡状态 这三个搞定了 接着再看三个 第四个 C的物质量不再变化 这显然是达到平衡了 第五个 混合气体的总压强不再变化 刚才说过 这个反应的特点 是反应前后 气体的物质量的总和不相等 而且反应前 气体的物质量之和 大于反应后 气体的物质量之和 因此反应如果正向进行 那混合气体总压强减小 如果逆向进行 那气体总压强就增大 所以总压强不变 就说明反应达到了平衡状态 第六个 混合气体的密度不再变化 由于密度等于 混合气体的总质量 除以容器的体积 而根据质量守恒 可知混合气体的总质量不变 又因为容器的体积一定 所以任何时候 混合气体的密度都相等 那它就不能作为判据 这三个也搞定了 还剩下最后两个 第七个 单位时间内 消耗A摩尔A 同时生成3A摩尔B 这个在第二小题已经分析过了 可以作为判断依据 最后一个 ABC的分子数之比 为1比3比2 这个显然不能作为判据 只能在反应达到平衡的过程中的 某一瞬间 可能是符合这个比例的 好了 总算分析完了 那结果也就出来了 不能作为这个反应达到平衡状态的标志 有2 6 8 这三个 看来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 是根据反应的特点 找出化学平衡状态应该具备的特征 不过具体问题还是得具体分析 好了 就说到这儿 快去刷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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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